警告警告 橡皮入侵童话小学 不好了同学们 快离开学校 这是怎么回事 橡皮 橡皮不是不会动吗 他们怎么会 来不及解释 我出去拖住他们 你们快跑 终于人来 抓住他吧 老师 怎么办 老师被橡皮们抓住了 好了白雪 你别哭了 我们先离开这里再说 跑到这里 就不会有橡皮了吧 白雪童话小学生 什么 带走 白雪怎么跑这么快 就是 我们都追不上他了 这不是白雪的鞋吗 糟了 白雪肯定是被橡皮们抓走了 这些可恶的橡皮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大人是想和你们缓人分了 是吗 不坏书 一鹤 我们是你们 你们是橡皮 小鹤 快把我们捏捂了 不可能 上课临下了 我们该上课了 上课 麒麟 老师和白雪 他们不是被橡皮大军抓走了 是的 所以这里的老师和白雪 都是我们橡皮玩过的人 可恶 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学习 切橡皮 什么 切橡皮 来跟我学 用纸子 把橡皮一片一片的切下来 好的 用纸子 把橡皮一片一片切 不要 看来 有些橡皮不喜欢这节课 那我们换一节 饿过了吗 用铅笔 在橡皮上戳小点点 看谁戳得多 不要 那把橡皮 掰成一块一块的 我们来扔着玩 不要 橡皮们 你们干嘛这样啊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 我们为什么这么对你们 这些事情 你们都对我们干过 你们忘了吗 我们只是用你们对我们的方式 对待你们 你们怎么害怕了 什么 对 对 这些事 这些事 我们都做过 我最喜欢用纸子 切橡皮玩 我 我最喜欢把橡皮掰成一块一块的 和别人扔着玩 我 我喜欢用铅笔 在橡皮上戳小洞的 觉得这样很解压 看来 你们都小起来了 那你们觉得 我们那时候不动吗 对 对不起 橡皮们 我们错了 我们以后再也不要对你们了 你们真的知道错了 真的 我们以后 一定会把橡皮疙瘩 幻境 散 哇 我们 我们不要过来了 没错 刚才都是幻境 原来都是假的 太好了 不要高兴的太早 熊妹大宝贝啊 记住你们刚刚说的话 不然 下次 就是真的橡皮来找你们了 我们 我们记住了 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对 大家记住了吗 不要学我们之前啊 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